欢迎大家加入这一节的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王欣怡 那么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先帮大家介绍 今天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的国际记者 珍怡 珍怡好 欣怡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当然了 这个一开始呢 我们还是要带大家来聚焦 现在非常重要的这个俄乌战争的最新状况 我们带大家来看 这个俄乌战争最近发生了一件这个 有点像是旁边的一些事情 但是也是蛮重要的 其实就是这个 有一个俄罗斯他们非常知名的军事部落 他叫做塔塔尔斯基 那他在这个圣彼得堡的咖啡厅里面呢 这个因为爆炸案所以身亡了 那么其实有这个匿名的消息人说 他们知道说现场其实有人 拿了一个藏有炸弹的雕像交给他 然后之后这个炸弹就爆炸了 所以也导致这个咖啡厅发生爆炸事件 那么他是我们刚刚有讲到 他是这个俄罗斯非常知名的军事部落客 他在这个Telegram这个即时通讯平台 有超过56万的追踪哦 那他在这个平台上面 其实他的立场是挺这个俄罗斯 辱亲乌克兰的 但是呢他也会蛮直接的就是批评这个 俄罗斯在一些战争上面的一些缺失 甚至也会批评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的 这一些相关的高层哦 那么他的背景是什么呢 他其实是出身 乌克兰顿内刺客的煤矿工家庭 那他其实过去有曾经在矿场工作也曾经开过家具店哦 但是他在2011年的时候因为破产 所以抢银行然后入狱了 在2014年到2019年顿巴斯战争的时候呢 他也加入了乌克兰分离主义的武装 然后在2019年离开军队来当记者 2021年的时候就成为了俄罗斯的公民哦 但是这个俄乌战争随着战事越来越焦灼 其实这个他呢这个心态也稍微变得比较悲观一点点啊 他甚至会说 其实这个俄乌战争必须要更换这个国防部长 还有总参谋长这个战争才有可能出现一个 所谓的新的转机哦 那么当然了这个俄军的军事专家也有讲说 这个布洛克他虽然说非常真实的评估前线反应问题 但是结果现在他反而就是身亡了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 因为他这么的挺普清哦 然后他可以说是 我觉得他可以 你看他拥有56万追踪 对啊 感觉可以说是他是俄乌战争的这种KOL 我觉得可以这么讲 对就是年轻人可能都是透过他来了解所谓的俄乌战争 也许普清讲的话没有那么的传达到这些年轻人而已 但是透过他是影响范围更大 没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他塔塔尔斯基他被炸身亡之后 就有很多的这个大家在想说到底是谁干下这一场事吗 对不对 当然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就是把这个矛头指向是乌克兰 他讲说这个还骂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政权暴力视而不见 但是呢就又有一派说法说其实会不会是这个俄罗斯自己里面有一些这个内部的斗争 是不是里面自己人把他给干掉的有可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俄罗斯里面的这个内部斗争是有什么讲到什么呢 其实有三派一个就是这个佣兵集团瓦格纳的这个领导人普里格金 再来是车臣的领导人卡德罗夫还有甚至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肖伊古 其实都是他们都是算是挺普清派的但是他们又各自有各自的利益想要顾 所以说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西罗维基就是有军事安全情报的背景人士 但是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去做一些行动 这三派都可以说是算是可以称他们为叫做西罗维基 所以说他们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跟塔塔尔斯基有一些这个利益上面的冲突啊 所导致然后来把他杀害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的说法 那你要说这个乌克兰就没有内斗吗 也倒不尽然看一下这个乌克兰这边 其实当然我们印象有就是什么亚速钢铁营 其实这一块就是这个亚速营 他是被俄罗斯指称为是给他贴了一个标签 然后他说是他是新纳粹 那他是开战以来乌军很有能力反抗俄罗斯的一个原因之一 他们兵力非常的强 另外一个叫做俄罗斯的志愿兵团 你看这个俄罗斯志愿兵团 你会觉得他是不是挺俄罗斯 没有他是挺乌克兰的 因为他这些人组成的这个成员呢 大部分都是说是反俄罗斯 或是反白俄的人组成的一个志愿兵团 而且他们还自称说我们是乌克兰的武装部队 但是这个乌克兰的军方 当然是要干嘛往上撇清关系 要否认说我跟你是完全没有瓜葛的 然后另外呢 连这个之前去年9月的时候 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北溪的管线遭到炸 就是遭炸毁了 但是呢这是也不排除说是乌克兰的这个势力所为 所以说乌克兰有可能把这个塔塔尔斯基给杀了 但是俄罗斯方面这个先一也不小就对了 对没错 我们知道这个塔塔尔斯基他其实这个被炸身亡之后呢 这个警方也公布了一次是这个先一犯 他宣称犯案的影片哦 那当然也是影射说 其实这可能是乌克兰在背后指使 但是就连现在有这个布洛克 因为这个俄乌战争 可能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而身亡了 但是目前还是没有办法阻止俄罗斯持续的来进攻 在这个乌东的巴赫姆特地区呢 有亲俄的佣兵就说 俄罗斯其实已经完全的控制了这里 但是呢乌克兰的士兵也不承认 还譏讽敌人说其实要夺胜还差得远 弹药库和仓库燃起熊熊烈火 乌克兰士兵在巴赫姆特攻击敌军阵营 坚守仅存的阵地 我们只要在我们的阶段 在我们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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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俄佣兵瓦格纳说拿下巴赫姆特 但乌克兰不承认 东部司令部计讽 俄军夺胜还差得很远 另一头梅利托波尔 则是有亲俄官员遇上汽车炸弹 而近期这类恐怖事件频传 克里姆林公提到的就是 是圣彼得堡咖啡厅爆炸案 炸死军事部落客塔塔尔斯基 一名女子遭警方逮捕 俄罗斯公布女子坦诚犯案的影片 认为背后乌克兰特务主使 还指控就是和反对派 纳瓦尼团体勾结 但显然亲俄佣兵团看法不同 俄罗斯持续打压一级扩大军事范围 临近的芬兰也硬起来 预计周二正式签署文件 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 接下来瑞典也很快跟上脚步 就怕入侵乌克兰事件重演 欧洲强化北欧国家防御 抵抗俄罗斯不断扩张的军事力量 TVB的新闻 好 接下来我们来谈到一个 是跟民生比较有关系的 就是油价 OPEC Plus石油输出组织 他突然宣布说他要减产 而且是很多个成员国还有伙伴都一起说 好我们达成协议 我们一起来减产 我们先来看 沙烏地阿拉伯 这边他讲说 他们要日减50万桶 强调是自愿的 说是要稳定石油市场 另外一个俄罗斯 虽然他不是OPEC 但是他是Plus 他是他们的伙伴 他也是说 我要跟沙烏地阿拉伯一样 我要日减50万桶 而且要持续到2023年的年底 那接下来连这个阿联酋 科威特伊拉克 阿曼阿尔吉利亚 哈萨克 这些国家也通通 有这个数量不一的这个 减少出产的这个数量 所以说导致说 现在的油价是每桶飙升了5美元 那这样子的情况 其实对于整个这个 现在这个高通膨的社会经济下 其实是相当的不利的 对 没错 其实现在很多的投资人就担心 反而这样会加剧美国的通膨问题 引发进一步的经济衰退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 被问到这个减产的影响的时候 他回答是说 其实不会像大家想的影响这么大 似乎是想要稳定民心 敲钟拍手 每股周一收盘涨跌互建 其中S&P500指数小涨0.37% 主要由能源鼓带动 因为OPEC意外宣布减产 不等会期讨讨再公布 下个月开始 OPEC每天减产116万桶 马上扰动国际油价 沙古的阿拉伯等国带头减产 第一个跳出来骂的 当然是美国 尤其美国高通膨危机还没落幕 市场更担心油价上涨促使联准会再升息 离经济衰退更靠近 OPEC 拜登一句话安抚不了担忧 毕竟除了经济层面 石油减产价格飙高 受益的正好是花大钱打仗 国库紧缩的俄罗斯 TVS新闻最后报道 好 那么现在这个日本为了要抗中俄 其实现在有可能要来军援菲律宾 我们知道日本其实在去年12月的时候 他们拟定了一个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主要呢就是要针对所谓理念相同的国家 实施一些军援 他们叫做这个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 那所谓的理念相同的国家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开发中国家 会在日本这个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内呢 提供相关的一些国防装备 援助军用机场 还有家常港湾的建设 那当然了第一波呢 其实就是要来针对菲律宾 计划是要提供这个所谓的叫军方警戒监控用雷达 那么另外还包括马来西亚 孟加拉跟斐济 都有可能在这一个名单当中 而且日本其实也蛮有诚意的 他们2023年也编了预算20亿的日元 大约是新台币4.6亿来执行这个相关的计划 其实我们看得出来这整个计划 其实就是要来对抗俄罗斯还有中国的 所以说其实菲律宾现在有点靠近 靠近美日这边有点一起同盟的概念 对没错 那我们讲到说菲律宾 他其实最近也有做一件事情 中国大陆恐怕是不太高兴了 就是他开放了四个基地 让美军可以驻扎在这里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是在最南边 这个巴拉旺省 这个巴拉巴克岛这边 这边就是离南海最近的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中国解放军 这个不断的是在南海这边 用这个人工的征导 然后清洁一些这个飞弹系统等等 其实让菲律宾越南等等都蛮头大的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基地 是在拉洛机场 然后另外还有是在伊萨贝拉省 这边的一个军营也开放给他们 再来一个跟台湾比较有关的 是在北边 旅宋岛这边卡加盐省 这边一个海军基地 这边就只距离台湾只有400公里 所以说这个比较算是敏感的地区 那这个外界分析就说 美军是希望加强监控 中共在台湾周边巴士海峡 以及南海的扩张行动 所以才在菲律宾这边增派人手 时代发射海马斯火箭弹 这是美菲两国三月底的联合军演 小马克施上任后美菲关系 突飞猛进先前同意新增四座基地 供美军使用 三日地点也公布了两处位于旅宋岛的卡加盐省 其中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峻基地距离台湾最近 近约400公里 另一处军营在伊萨贝拉省 这三个地点被视为黎巴士海峡和台湾 另一处于巴拉网省巴拉巴克岛 临近南沙群岛 中共近年在那里不断人工增导和建制飞弹系统 一个美军他在菲律宾或者在其他地方 去建立他的一个反舰的一些 反舰的一些飞弹的基地的话 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去斩断中国的 这样子对外扩张的行为 这个是美军他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目的 封锁解放军进入太平洋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毕竟翻开共军过去一个月 绕台的航祭图不难看出共军基建 时不时延伸至我东南空域 而日本新版安保战略 将透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引以提供菲律宾军方警戒监控用的雷达 因为其实对日本来讲的话 与其说台湾的话 不如说在更远一点的菲律宾 他就必须要开始布局 如果能在菲律宾这个地方 在南海就阻止解放军的军事行动的话 那会不会对日本来说 又等于多加了一层的保障 美方这波动作无疑强化 现有盟友和第一岛列的任性 对象剑指谁不言而喻 TVB的期望后复华 刘婷婷 不过川普日前呢 就已经搭乘专机抵达纽约市了 不过这一路上呢 其实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川粉来送行 但是根据CNN的民调显示 其实有六成的民众是支持川普被起诉 特勤人员在川普大楼全副武装待命 准备迎接美国前总统川普 只是他抵达时 只跟旁边支持者挥挥手 没有停留也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川普周一才在推特上说 自己将前往纽约出庭 接着就从佛州大四人飞机出发 一路上可看到不少支持者现身力挺 对着川普车队疯狂挥手 还有人是直接守在川普大楼前 高举步调表达支持 不过纽约政府对即将到来的应讯 却是完全不敢大意 早已提前部署为安 纽约市长奉劝市民 不要有任何过激行为 因为根据CNN最新民调 多数美国民众都对这位前总统 被起诉表态支持 尽管川普阵营坚称他无罪 川普将在台湾时间周二晚上前往曼哈顿法院 究竟会有哪些罪名 势必掀起美国政坛新波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